10050万把女房让给我 你谁呀 不认识你吗 女儿 你都看到了吧 她果然是个见零忘你的混蛋 你能想到这种办法 你果然是个解算科普的丈母娘 你 你是本地守护赵大文 怎么会是你啊 我是替我儿子来考察为了儿媳妇的 没想到遇到你这样的丈母娘 姑娘 跟她断绝关系到我赵家来 钱随便花 不不不 我不能因为这个抛弃我的母亲啊 嗯 不愧是我看上了女人 我赵家愿出千万财力 你们即可完婚 但我这就会去买我的哥哥玩 女儿 我听你考察过了 其实值得重复 爸 这个方法行吗 怎么不行 不这样 咱家穷的弟郎想谁冤架给你啊 儿子 这么好的女孩子你怎么认识她 你弟弟可还没有女朋友呢 想找对象还不见 我现在就让你弟弟去试试 谢谢你啊 帮我爸了个临终心愿 没事 你爸的病情怎么样啊 医生说没几天了 李院长 这个方法是什么 小文就是因为没有爸的爸爸完成临终医院 所以才疯掉的 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 院长 老院长的病人能治好吗 老院长就是因为退休前没有治好这个病例 留下这个心结分掉的 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 你们几个干什么呢 你偷我的衣服出来玩 还不都回去吃药 哎呦 你吗 哈哈哈哈哈哈